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乐歌的课堂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继续分享一款中短发的一个减烫的教程 刚才给美女沟通呢 她的长度会给她减到她的肩膀的位置啊 我们会给她烫一个呢 卷度稍微多一些 一个蓬松的一个卷发 在丝发的时候呢 我们打点这里卷的会很多 那干了以后呢 给她梳开是一个拨纹状 那这个美女呢 她的脸型比较偏可爱型 圆圆的 对吧 那这个卷度稍微多一点 还是比较去适合她的 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的方案 那整体呢 她的这个形状呢 会给她减一个方 层次呢 是减一个低层次 大家跟着我的视频 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大家好 我们首先呢 先把这个美女的她的头发呢 做了一个冷棕色 因为烫发呢 需要一点颜色会更好 那颜色我们就做一个这个暗一点的颜色 不是特别的明显 当她吹干以后呢 颜色会稍微亮一点 好 那首先我们先去观察这个头发的 我们去设计的长度啊 那整体长度的话 我会减到她的肩膀的位置 就从我们的整个的前面来看 她是到肩膀 到这个位置 整体的和她头型相比较的话 大概是一个1比1.4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就是我们横向的宽度和她线向的长度的比例 我们大概是1比1.4 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设定她的这个比例呢 是这样的 横向的宽度是1分 那纵向的长度呢 大概是1.4倍 大概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先从她的前侧 把头发给她去剪掉 剪到她的 大概到尖的位置就行 我们是落 落到她前面来 是到尖就可以了 我们呢 可以从后往前剪 到尖 好 把头发给她去剪掉 剪到这个位置 看一下整体的感觉 好 OK 好 另外一侧头发呢 我们同样的方式 两边我们剪对称啊 我们只需要呢 到她的这个 两侧的位置 让她对角一样 两边头发呢 我们去比较一下 她的长度 好 这个位置呢 对角一样长就可以了 好了 那我们这样剪完以后呢 我们的两边的长度呢 她是对角是一样长就可以了 我们是设定出来 她前侧头发的长度了 好 然后呢 再把我们头发的 全部放到我们的后面来 好 我们再从她的后面头发的开始啊 从我们的肩膀的这个长度 开始往后延伸 剪一个方形的底线 剪到中间的位置 好 另外一侧 也是相同的方式修剪 好了 我们现在呢 就把她的整体的长度给她去设定好了 然后我们开始给她去分区裁剪啊 好 我们现在呢 先把整个头发呢 给她去前后分开 另外一侧头发呢 也是相同的方式 两面头发呢 分对称 大家看一下啊 她的整个的头型呢 是相对来讲呢 是特别宽的 然后呢 发量呢 也特别的多 对吧 呃 我们这个发型呢 虽然是我剪的是方形 那方形呢 可以去增宽它的头骨 对吧 然后方形特点呢 一定是比较支性 然后就是烫一些小卷了 然后卷稍微多的一定是好看的 如果说你要把她后面头发剪圆了 这个发型肯定就 味道就变了 所以说我又想去给她去设计方形的一个这样的轮廓 但是我还想把她的头型变得更窄 我会给她去分一个圆形的分区 好 大家看 从这个位置呢 可以给她分一个二分区 我们分一个圆形 然后我分区的目的呢 是要把她的底区头发的重量 给她去拿掉 好 大家注意看啊 这样呢 我们把这个分区 我们分好了以后 因为她两侧头发呢 我们是剪方 会更厚重一些 我们那就可以呢 高角度可以给她拿掉它里边多余的重量 从这个位置开始啊 角度太高 拿掉它上去头发的重量 裁剪的不要太多啊 里边头发剪轻一点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你看 两侧头发就变柔了 但是呢 我的整体外线没有发生改变 好 另外一侧头发呢 也是相同的方法 修剪 角度太高 把它上面多余的长度 这个角去掉它 好 大家去注意观察 这样剪完以后呢 它两面头发是变得更柔和了 对吧 然后呢 它的整个的外线还是没有发生改变的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啊 好 我们再去检查一下底线的头发 有没有 我们剪完以后 有没有多余的长的啊 有多余的长的 我们可以修一修 好 用点剪的方式 去柔和一下我们刚才那个底线 就不要让它太整齐就可以 好 OK 这样的话 我们第一层头发就剪完了 我们开始剪第二层 那正常的话 我们现在头发是不是一个零层次的 就没有带任何的角度 我们刚才是直接一刀剪掉的 那我们会从它的上去呢 剪出来一个微小的一个层次 所以我们先从它的头顶的位置呢 我们去设定一个引导线 那这个引导线我们大概定在我们的层次不要特别多 大概两指就可以了 剪到这个位置 两指的层次 落差 好 这个引导线设定好了以后呢 我们会以这个引导线开始和我们第二区的头发 给它去剪一个圆形的切口 去柔和一下就可以了 好 大家注意看啊 我们在剪的时候呢 就可以剪一个呢 圆形的堆积 但是尽量呢 我们可以呢 不要去管它底须头发的长度 给它去做一下柔和就行 先去拉到我们的向上的45度去角 柔和 可以和它的下去头发呢 产生一个不连接 以刚才我们设定的引导线啊 去裁剪就可以了 角度先拉高 剪掉大概呢 两指的层次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开始继续 我们往另外一侧修剪 我们在剪的时候呢 可以原位的提拉上去 原位提拉 跟随我们刚才呢 剪过的引导线 把它上面的这个层次呢 大概剪到两个手指的长度就可以了 好 再继续 角度提升 用点点的方式去修剪啊 好 大家去观察 我们剪完以后呢 它的整个的两侧头发 是比较松的 比较散的就可以 好 另外一侧的法片 也是同样的方法 在这里 看看 吧 好 好的 好 好的 咱修 我们现在的头领都一点方式啊走圆 层次呢我们是减两指 这种减发的方式呢 你看我没有去破坏它第二层头发的整个底线 对吧 虽然是我是整个头发的上去走圆 但是我还是一个方案 拉出来以后它的长度是没有发生改变的 你看整个头发它的第二层的外线 是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的还是一个方 但是我顶部头发呢 它是对吧去掉它上面那个角了 大家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我会采用的一种两个方形的底线 但是我是用圆形的去角的方法 把头发呢去剪了两层 就这样的一个结构啊 好了这样的话我把它的后去头发剪完了 你看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因为我们要烫对吧 在烫的情况下 如果说要变成短发 那你的长度一定比你在这个正常采剪的时候呢 要稍微略微长一点 这样就可以 好到我们两侧的这个头发啊 两侧呢我们要给它去 采剪一个呢 方形的一个外线 同样是剪方 不要剪圆啊 剪圆形就不对了 先从它的测法去呢 分一个水平线 来分好水平线以后呢找到我们后面头发的引导线 看前面会藏出来一个角 对吧 我们只需要呢把这个长度的角给它去磨掉一点点 不要剪太多 一点点就可以了 就大概我们刚才定的那个前面头发的长度呢 也是没有改变的啊 只是把它前后头发呢做一下连接 就可以 你看从我们的侧区来看上去的话 是一个后短前长 好如果说它的侧区的法量也比较多 我们再继续把它上面的角给它去掉一点点 但是呢我们不要把它下半头剪得太虚 好到第二层的头发啊 第二层头发呢和我们后区头发做连接 然后向后 去带一点点 放长我们的两侧的头发 做引导 再继续 保留一下我们两侧头发的长度 好再继续向后带 扎了我们两侧头发落下来以后呢 它也不是特别的轻 好 照完了剪完以后呢 我们再给它去纵向的去连接一下 好这边头发就剪完了 我们开始剪另外一侧 我们开始剪另外一侧 好另外一侧的头发呢 我们也是同样的方式 先去分一个水平线 好然后呢前后的头发 连接一下去个小角 剪完以后呢还是一个前面长 后面短的效果就可以 然后再把它的两侧头发呢 给它向上 剪一点点的层次 去脚 好上去的头发呢 找到我们后去的长度 作为它的引导线 向后带 继续 保留一下 它两侧头发的长度 好这种方法剪完以后呢 再给它 把顶区的这个角去掉 前后的头发呢 连接一下 柔和 这样的剪完以后呢 它的侧法区 也是很动感的啊 我们是采用了两种分区的方式 去修剪 好了我们从后面看上去是一个方 对吧 从两侧看的话 两边会有点放长 我们呢 会把它 两侧头发给它烫的稍微 这个 饱满一点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开始剪它的刘海的位置啊 刘海呢 我们也不要给它剪太短了 因为它的脸性比较宽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旋 所以我们就不给它往下输了 我们给它去修一下大概的长度 两边对称就可以了 好 刘海的头发呢 开始斜向后划分 斜向后划分 然后呢 把它头发呢 全部往前带 啊 有多余的长度 剪掉一下 就可以了 继续 好 另外一侧 相同的方法 有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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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再把它的头顶 连接一下 生意 入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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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呢 把这个发型 拆剪完头以后的效果 我们开始了给它去打薄一下 来 我们打薄的时候呢 会给它去剪一个低层次的打薄操作 好 从中间的这个位置 低层次 逐渐的放长 让它中间的有一定的空间感 我们的下发量呢 大概就是15%左右 然后踩动呢 是低层次的打薄 上长下短的方法 剪烫发的这种发型呢 我们不需要这个特别的标准 但是你整个的形体啊 感觉一定要到位 整个的发型呢 大家烫完以后呢 才好看 还有第二个我们排杠的方法 就是你的形体剪对了 对吧 你的层次剪对了 然后呢 打薄呢 可以做一些调整 然后最后就是你的排杠 那这个烫发呢 就 就能完美的去呈现出来 好 我们就稍微把耳后的位置啊 我们给它打薄一点点 测区的位置呢 不要剪太短了 打薄呢 大家记住啊 烫发的打薄 我们就采用的是一个低层次的操作 就可以 打薄呢 我之前搅拌到 打薄呢 散步 打薄呢 打薄呢 是 打薄呢 像我们这种烫饭 这种长短的烫发 其实现在我们还是做的比较多的 往往大家去操作不好 也是因为你的形体没有去掌握好 形体就是我们整个它的外线的形状 还有它内部的结构 内部我是走圆 但是我的外线是走的是方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我是从它的整个的内部结构 把它的头形变得更加的收紧 那我就用外部的这个方形的形状 让它变得更有张力 更时尚 那如果说你现在给它剪成一个圆形了 把它两边的脚去掉了 这个发型的误字道就变了 重点一定是保留它两侧头发的长度 就可以 后边一定要短 对吧 如果说你后边不短 前面比较 后边比较长 那这个就变成一个中发 就窝领子 从后边看上去的不够时尚 好了 那这个头发我们就给它 全部的给它调整完毕了 我们给它吹一下 来 那我们软化呢 时间呢 是大概是20分钟 软化的程度 大概是90%左右了 你看 拉长以后 它的回弹速度呢 大概是比较慢 然后会有一些波纹状 这样的话达到了90%左右 我们就拿一根看一看啊 拉长 放开 去检查 好了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洗头了啊 洗完头以后我们开始卷杠了 好 洗洗吧 我们现在呢已经把这个头发软化完了 我们开始卷杠的啊 它的下去的这个头发 我们从它的后区开始卷 后区叠的一层呢 我们剪的比较短 对吧 我们用热烫的话 有可能卷不到了 我们会用这个冷烫的给它去操作啊 在它的我们的整个垫以下的位置啊 这个地方我们会用冷烫的杠子给它去卷啊 这个地方去操作 那我们会在它的后部区包括两侧 全部去按照这种平卷去排列的方法给它去往上卷啊 平卷去卷 就可以了 我们的操作呢 会这个热烫的杠子呢 会用我们的16号杠 16号杠去操作啊 那冷烫呢 我们会用到和16号杠差不多的这个杠子去卷 卷它的下去 啊 就OK了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操作 我们先从它的整个的后区 因为我们下边头发呢 卷度呢 不要特别多 啊 所以说我们的反量呢 就可以分的稍微厚一点 好 因为我们的整个的下去呢 我们不要给它卷太别多啊 就是卷度不要特别多 要保住它的长度 所以说呢 我们的分区呢 可以分的稍微宽厚一点就行 后区的整个的头发呢 我们会从它的真骨点 分到它的耳上点和耳后点的中间 这个位置 我们的转移 那我们后区呢 会采用三个杠子去排列啊 角度呢 我们去适当的拉到45度 角度太高一点点 好 那我们会用一个平卷向下的一个方法啊 虽然是我们这底区呢 是用热烫 但它一样会有卷 因为软化了 对吧 好 再继续 两面 角度呢 大概都是45度的啊 比起来的 对吧 对吧 就能吃了 但是o能吃了 对吧 注意卷杠子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头发缩顺缩通 圈数呢 大概是两圈 不要卷了它到发根 就哪怕你卷了发根以后 发根头也不需要有卷 好 再继续 再继续我们开始水平分 那到我们中区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采用平卷向下的方法 我们会采用一个热烫的杠子去卷 帮吃 吃 这个时候我们杠子的可以往法根稍微卷卷 角度的拉到平行地面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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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